荒漠中一只怪鸟正在寻找时 它一路朝着有血腥味的地主寸 很快就发现了一只人类的手掌 就在怪鸟要大口躲一只剂 原来高明的猎人 往往都是以猎物的姿态出现 而这个猎人就是第八代马歇尔王瑞迪 此刻的他身受重伤 难以行走不得不在地上爬行 那他又是怎么落得如今这副模样的 点赞关注 我们精彩继续 起初的瑞迪过着帝王般的生活 手下又有着整个宇宙最强战力的死亡军团 奈何指挥官瓦可一直觊觎王问 趁着瑞迪回家探望之时 他让心腹暗中出手杀掉瑞迪 然而瑞迪岂会不知道他们这点想心思 在轻松解决几名护卫之后 瑞迪躲在一旁抵挡攻击 只是运气有时也是实力的一步 光头心腹见地面有着一道长长的猎物 于是心生一击 他不断开枪攻击裂开的缝隙 导致瑞迪所站的地方出现坍塌 来不及反应的他 跟随断牙一同坠落牙底 好在瑞迪的身体十分强壮 虽然浑身有不少伤势 但都不足以要了他的性命 为了矫正脱旧的脚魂 瑞迪把脚嵌入岩石的缝隙中 随后用力一秒 然而疼痛的嘶喊引来了鸡肠碌碌的猎狗 瑞迪不得已暂避锋芒 他躲进一山洞之中 但猎狗还是闻着气味追了过来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 泥潭中钻出几只蝎尾怪 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被咬的猎狗便不得动弹地倒在地上 吓得其余几只纷纷退出了山洞 而此时的瑞迪也想离开此处 可一只蝎尾怪毫无声息地出现在身后 在他发动攻击的一路 瑞迪一个亮枪地躲过致命攻击 随后捡起一旁的兽骨 以此抵挡怪物的攻击 在一人移受抵挡和拉扯之击 瑞迪果断松手 这让蝎尾怪连连后退了几 瑞迪见状赶紧逃命 而蝎尾怪也不追赶 他似乎是无法离开泥潭一般 就是在这般危机四伏的环境下 瑞迪认为还是狗一点的猎狗 他使出全身力气推倒一处岩石 随后躲进里面打算养好伤势 只是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瑞迪的旧伤已经得到了康复 这天他意外发现一只猎狗的幼崽 于是便把他豢养了起来 只是每到夜晚来临 一群猎狗都会围在他的住处旁 瑞迪只好找来蝎尾怪的骨骸 以此来震慑四肌偷袭的猎狗 然而你还别说 这招果真好使 在没有猎狗的袭扰之后 瑞迪攀上高高的山崖 他发现远处有着不一样的世界 可是要想前往那里 必须要经过蝎尾怪的地盘 然而蝎尾怪不光攻击强悍 最致命的是他释放的毒液 瑞迪于是心生一计 他抓到一只些伟怪的幼崽 先是收集幼崽口中的毒液 接着将他口中的毒针取出 以此来制作一个简易的针 眼下他不敢轻易试读 只得委屈一下豢养的小猎狗 在毒液注入后没多久 小猎狗便瘫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然而只是过去了一个晚上 小猎狗居然恢复了以往的活力 这让瑞迪发现一点 毒液只有麻痹的作用 于是大胆地用于自身尝试 以此来提高对毒液的免疫力 然而这个过程十分痛苦 但还是经过了多次的尝试 认为感觉差不多之时 瑞迪前往泥潭准备击杀蝎伟怪 刚刚靠近泥潭 蝎伟怪便探出了稳围 瑞迪拿着自制骨刀上前浇水 一不小心就被咬住了小猎狗 好在瑞迪已经多次尝试过毒液 身体里已经有一些抗体 随后咬着牙手起刀落 就此解决了这头拦路的蝎伟怪 而身后的小猎狗 此时正对着泥潭不停叫 相似要为瑞迪分忧一本 可一头体型更大的些尝试怪 已经显然出现 瑞迪先后躲过两次致命攻击 但还是被击飞制衣 现在只要对毒液敏 瑞迪基本是不怕这凶悍的怪物 他一把抱起小猎狗 随后大步朝着蝎伟怪起来 再抓起一旁的古高之时 瑞迪做出一个划铲 以此来攻击蝎伟怪最薄弱的父母 随着蝎伟怪的倒下 瑞迪也顺利通过了阻挡他多日的泥潭 如此又是数月过后 瑞迪还是行走在路上 而小猎狗已经长大 可他已经成为了瑞迪的得力助手 他从口中吐出寻来的遗物 瑞迪拿在手中一看 这是一颗高尔夫群 他的出现意识着 这附近一定有人活动 在经过一番寻找后 瑞迪果然是发现了一所人类建立的基地 他来到基地内部查看 只是这里空无一人 但这里有着不少的物件 像大型捕兽家 以及生活所用的设施设备 通过对这里的大概了解 发现这是一所赏金猎人的休息站 就在瑞迪以为不用再风餐露宿之时 可远处的天边却是乌云密布 这让瑞迪不禁再次紧张起来 于是他来到屋内 打开其中的信息发射器 并把自己的信息通过设备给传送出去 因为瑞迪一直是赏金工会悬赏的罪人 然而信息刚发送出去没多久 就有一艘飞船朝着基地使来 这伙人是赏金猎人 各自带着不少的武器 其中还有探测周围环境的独眼机器人 他可以探测周围几公里的风吹草动 而这群人之中 领头的是眼前的中芬男 此人十分残暴 见赏金更高的瑞迪在这里 于是无情射杀一般的囚犯 以此来震慑暗中的瑞迪 而瑞迪确实是躲在不远处 并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然而没过多久 又有一艘飞船来到了这里 这对人马同样是赏金猎人 他们的头领名叫琼斯 为人处事相比中芬男 明显要低调许多 为了飞船不被暗中的瑞迪开走 双方都取下了飞船上的电源 并锁在了同一个保险柜里 而瑞迪的目的就是想开走其中一艘 剑两队人马都如此小心翼翼 于是决定要给几人一点颜色看看 他让猎狗偷偷叼走 放在四周的探测器 瑞迪就是要用它 不停地制造异动 好让机器人不断发出警方 中芬男见状实在受不了 只好拔除机器人的电源 并派人前往四周检查受损的探测器 但这正好落入了瑞迪的陷阱之中 一名队员踩中了瑞迪布置的主要 结果当场就领合办 趁着几人惊慌之际 瑞迪在暗中再次击杀一名落单的队员 如此一夜过后 中芬男的小队因此损失三名队员 其中还有一人失踪 于是抓捕瑞迪的重担落在了琼斯的小队上 他知道瑞迪擅长夜晚作战 于是决定要在白天行动 当发现瑞迪的猎狗还在远处观望时 于是让手下射出一发跟踪弹 以此来找到瑞迪的老巢 他们追随猎狗来到了附近的山洞之中 可是在这里一无所谓 只是找到了失踪的队员 而瑞迪则是声东击西地来到基地 并在保险柜上留下公平交易的几个大子 几人还以为瑞迪或许是盗走了里面的飞船电源 于是打开柜子一看 发现电源并没有被盗走 琼斯带着几人重新制定抓捕纪远 殊不知瑞迪就在上方看的一清二楚 其中一名队员来关上柜门 这才发现顶部的天窗已被打开 发现情况有些不对的他 拿出武器在柜子后方搜寻 这正好被瑞迪给挟持 然而瑞迪并没有痛下杀手 而是悄悄地盗走了电源 待琼斯发现之时 可此时是为时已晚 瑞迪把偷来的电源掩埋了起来 随后望着远处即将临近的暴风雨 瑞迪决定要和赏金小队谈判 他慢慢靠近基地 并扔掉身上的武器 而琼斯也不敢动手 因为杀了瑞迪 他就无法找到电源 双方一番交谈过后 最终还是没答应瑞迪 想要一艘飞船的妖族 在瑞迪转身离开之际 中芬南掏出武器 想要击杀瑞迪 却是被窜出的猎狗一把扑倒 然而中芬南可不管那么多 他连开几枪击杀了猎狗 气氛的瑞迪想杀了中芬南 但远处的狙击手连开竖枪 麻醉剂也就此注入到瑞迪的体力 奈何他有部分抗力 狙击手在开了三枪之后 这才将瑞迪给放倒 随后他们把瑞迪绑于基地之中 试图从他口中获得电源被藏的位置 只是此时屋外传来机器人的警报 众人不得不出门进行四下探查 通过照明灯的光线 发现远处出现许多的爬行怪物 而这就是不能离开水源的蝎尾怪 难怪瑞迪见暴风雨即将来临时 不惜暴露自己位置也要离开这 只是蝎尾怪的数量十分惊人 吓得众人急忙关闭基地铁 对于靠近的怪物 队员则是火力不停输出 然而怪物轻易间可以刺穿简易的铁皮 吓得众人不敢开枪射击 因为铁片一旦被射穿 会降低他的防御性 眼下的躲避只能是一时 只有乘坐飞船离开这里才是关键 这时瑞迪找到群思谈判 他可以提供电源被藏的地方 要求依旧是不变 然而中芬南却是不同意 毕竟他就是来取瑞迪的性命获取赏金 尽管狙击手出手制止 可是一旁的队员希望他做个观众就好 瓊思面对威胁也不得不做出妥协 就在中芬南朝着瑞迪挥坎之间 瑞迪一脚将武器给踢飞 接着一脚将中芬南蹬至一旁 随着踢飞的武器掉落 正好被瑞迪接住 接着他用这把长刀 就此解决了中芬南的性命 随后瓊思与瑞迪达成戏 共同出去寻找电源 其中几人来到飞船上等待 这是怕瑞迪会耍什么花样 瓊思则是跟随瑞迪寻找电源 然而一路上都是些伟怪的东西 好在悬浮的摩托艇能避开兵机 这才带着几人来到了埋藏电源的位置 只是在要挖出电源之间 一旁的大个子突然发动袭击 他是中芬南一火的队友 同样对瑞迪的赏金十分垂涎 但瑞迪早有准备 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武器 一刀便将这大块头给解决 只是大块头临死几人 击毁了几人的悬浮摩托 这下他两不得不走路前往飞船出发 由于怪物数量较多 而瑞迪的求生意志十分强悍 即使面对险境 他依旧没有放弃的念头 在雨中他先是给自己止血疗伤 随后朝着高处攀爬 雨夜市些尾怪难得的觅食良机 他们岂能错过这个好机会 在瑞迪不断苦苦抵抗之际 数十发电磁炮朝着怪物显 只是片刻的功误 这些怪物就被清爽干净 原来琼斯并没有放弃瑞迪 他让狙击手将瑞迪接上来 并完成了他与瑞迪之间的口头 那就是由瑞迪开走其中一艘飞船 琼斯的炎儿手心让瑞迪很是佩服 两人也因此成为了好友 但他们还是在太空中就此到处 毕竟瑞迪还有大仇美宝 他开着飞船来到了死亡军团的老巢 并在这里击杀暗害他之人 只是幕后指使的瓦可并不在 当瑞迪问及瓦可是死还是活之时 女子简短的回复皆是两次 至此 电影到此就接近了尾声 看来瓦可在下一步的 一定会得到实力的提升 对此你怎么看呢